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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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动物的理性 跟人的理性的差别 在我们的书里面 他谈到说动物的理性 其实很简单 在第八页的 如果连引文也算一段的话 在第八页的一二三 第四段 他说 The overarching goals of our fellow animals are pretty clear to them 他说他们的目标 非常的清楚 那么什么呢 eat, sleep, protect the pack, stretch, etc. 那么动物的生活的目的 并且他为了达到那个目的 而发展出来的 不管是推理的能力 或者计算的能力 或者什么 都跟这些东西有关 都跟这些东西有关 所以他说 If and when they reason it is to calculate how to attain those goals 就是怎么样能够达到那个目标 那我们人其实也常常在做这样的计算 對不對 我们的经济学很多时候就是让你如何用最少的成本 最低的代价 最少的精力、时间等等 然后来换取得到最大的利益 在某个方面来讲 其实就是动物所要达到的目的的一种延长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看起来就是一个量的差别 就是人的理性又比动物来得更厉害 因为可以算得更精准等等 所以他下面接着就提到 We too inherit a complex of similar goals 我们也一样的继承了一个复杂的目标 We too spend a lot of time figuring out what to eat for dinner 在上完哲学概论之后 你要怎么样去吃午餐 对不对 找到你最想吃的 然后能够用最低的代价 然后得到最多的欢乐 或者等等其他的 这些考量 其实跟动物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么真正的差别 就从这个but 这里开始 那么他说 But we also have the ability to question our goals 他说我们会去质疑我们的目标 比如说这个就是我的目标吗 我人生的目的就是这样吗 to change our mind 然后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想法 改变了我们的内心里面的信念 and to major how meaningful our lives are against our conception 我们会去进一步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衡量 这个衡量就是我们的生活有些什么样的意义 跟我们心里面所浮现的概念相比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 那么这里就牵涉到了我们在上一个礼拜 他谈到那样的一个差别 对不对 那个差别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回圈 人会回到他自身 并且在自身上面做这样的衡量 而不单单只是眼睛看着外面 然后看着外面那些东西 我怎么样能够得到他 相反的他现在回过来质疑 我要这个东西吗 这个是他所说的这个奇怪的回圈 那么在这个下面他接着进一步的提到的 他说through tools images and words we extend who we are into a relative open space that then curves back on itself 那么他说我们可能使用工具 使用图像使用语言 那么使用这些东西呢 其实就很可能什么 就是可能构成不同的 比如说使用语言那比较接近哲学 对不对 使用图像他可能用的是一种 比较艺术的方式 那么透过这些东西呢 这个我们把who we are 把我们之所是 这里不是一个问题 我在这个中语本看到 这个who we are 他都说是我们是谁这个问题 其实他讲的就是我们之所是 把我们之所是呢 把它变成是一个很开放的空间 意思是说我们之所是不是固定的 不是就只是这样 我们之所是可以改变 对不对 他是开放的 因而可以什么 变成这样或变成那样 他并没有一定要非如此不可 我并不是非当一个 比如说台大的学生不可 我并不是非这个从事学术的研究不可 我并不是一定要是什么样 他变成了一个相对的开放的空间 然后呢他说 and that then curves back on itself 那这个开放的空间呢 他会curve back 转回来 对不对 就像我们在之前讲到的那个折回 或者是他所讲的回圈 他回到他自己的上面来 也就是说他检讨这个开放的空间 来看看我在这个空间上面 我是不是要这样 所以这意思表示什么 你有很大的自由 你可以继续的坐在这个教室上课 你也可以说我不上折盖了 然后你就这个扬长而去 你这里面你可以有这个选择的 事实上那个法国的哲学家沙特 他其实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自由这件事情 他说自由这件事情就好像是 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你整个人入迷了 完全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电影上面 可是你也可以什么 跳脱出来说我要继续看下去吗 其中考快要到了或者等等 诸如此类的 然后你决定你不看 或者你决定你继续看下去 在那个时候你就发现有两个自己 一个是在看电影的自己 跟一个在讨论 你是不是要继续看下去的那个自己 他决定了前者那个自己 是继续看下去 还是现在赶快离开 去专注在另外的一件事情上面 那么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很奇怪的一种叙述方式 他说我们把我们之所示呢 这个扩张成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然后呢再转回到他自己自己来 这个自己其实就是这个空间 这样的一个说明 我觉得中益本如果你看中益本我想 未必能够理解他在说的啦 他说一个是说然后弯者这个空间 返归到我们自己身上 一个是说然后又曲线回归自身 我不知道你能够从曲线回归自身 这个理解到这个作者在这里面所要表达的意思吗 OK 那说了这些然后他因则说 这个We are so to speak the philosophical animal 他这一节如果我们说这一节如果是要为哲学下一个定义 他哲学这个字眼在这里才出现 对不对 而人作为哲学的动物的这个哲学性 事实上就落在这个地方 就落在这个能够绕回到自己的身上来 并且决定自己要怎么样的继续做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自由 他自己决定他自己是谁 要成为怎样的人以及等等 OK 这个是在这个 这里他整个的一个对于哲学性的一个说明 那么下面呢 他有一个哲学跟其他事物的比较 这个跟所谓的跟其他的事物 事实上跟在这一段里面所提到的工具图像或语言 文字等等有关 就是在 刚刚我们说了 说原文字这个是比较是一种哲学的方式 对不对 当你用原文字来说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的时候 这里面当然就牵涉到所谓的自我认识 认识自己这件事情 但是你也可能不是用原文字去说自己 而用别的方式去表达自己 那么这些呢可能就透过工具或者是图像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他很可能就不是什么 就不是一种哲学的方式 对不对 就不是一种哲学的方式 那么所以他下面接着就谈到 在第八页的倒数第二段 他说 amittedly philosophy is not the only way we participate in our rationality 他说哲学不是唯一的方式 让我们去参与我们自己的理性 他不是唯一的方式 然后他说 another important fundamental way in which we turn our unique power unto ourselves occurs in poetry, art and music 那么 poetry, art, music 这些都是什么 艺术 广义的艺术的范畴 广义的艺术的范畴 我们也可能什么 是透过诗,透过艺术,透过音乐 来认识自己 或者来讨论自己 来检讨自己 一个社会的 这个可能用诗作 来评判这个社会 来反抗这个社会 或者用艺术 或者用音乐以及等等 所以事实上还有别的方式 对不对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他下面接着还谈到了什么 谈到宗教 他说religion 宗教其实也是 当一个人在 拜拜的时候 或者是在祈祷的时候 他做什么事情 他常常是把眼睛闭起来 对不对 为什么 他回到他自己的内心里面来 当你张开眼睛的时候 因为你用的是肉眼 你看的是外面 你看的是别人 对不对 现在你不要看别人 你是要什么 回到自身来 你想的是自己 所以眼睛常常是闭起来的 因为这个时候 是回到他自己来 那么这里面 当然就有上面 我们所讲的 讲到的这个 奇怪的回圈 或者是我们在 上面谈到的那个 这个转回到自身 或者所说的这个哲回 那么 因此在诗 在艺术音乐 在宗教 事实上都有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广义的时候 如果包含哲学在内 这些也许都 可以称之为 也是文化 在一个文化里面 包含了很多人 对自己的一种理解 以及在这样的一个理解里面 他们决定 这个 这群人 这个民族 或者是这个社会 要往什么方向去走 去怎么去做进展 那么我们看到的一个 普遍的现象 就是这个文化 culture 那么在这里 就也许可以谈到的就是 黑格尔的这个 所谓的绝对精神 黑格尔在他的 整个精神哲学里面 区分主观精神 客观精神 到绝对精神 那么 在绝对精神的世界里面 他基本上都具有 这样的一个特点 就是人对于自己本身的检讨 人对于自己本身的反省 透过这个检讨或反省 他表现在这个艺术 或者宗教或者哲学的领域 所以他讲的这个绝对精神 其实就是这三个领域 艺术 宗教跟哲学 那我们在书里面其实 几乎都谈到了 对不对 他告诉你说 事实上他有这些领域 然后呢 如果这样子来说的话 你可以这样说就是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的世界 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的世界 但是在谈到绝对精神的最后 就是他先谈艺术 然后谈宗教 最后谈哲学 那么在黑格尔最后谈哲学的时候 他进一步谈到就是 哲学呢又是一个 极大层的一个反思 这意思是说 哲学不但做跟艺术宗教一样 对人以及人所身处的环境 世界社会做反省 人还对这个反省加以反省 那么对这个反省加以反省 就是说艺术也做这样的反省 不是吗 宗教也做这样的反省 可是哲学还反省艺术 那就变成什么 艺术哲学 哲学还对宗教加以反省 那就变成什么 宗教哲学 哲学还对整个文化来加以反省 那就成为文化哲学 甚至哲学还对哲学本身加以反省 对不对 当哲学在问哲学是什么的时候 那事实上就是哲学对自己本身的一个考量 那么所以它事实上是集这样的一种 折回之大臣 集这样的一种折回之大臣 那这个是艺术或者宗教所不可能去做的事 我的意思是说艺术可以变成一个艺术社会学 讨论整个社会的一种情况 宗教也一样 它可以变成一个宗教社会学 那么它有这样的一种反思 可是宗教不会去问这个 就是去检讨宗教本身或者艺术本身去检讨艺术本身 但是哲学呢透过它对艺术的评论 对宗教的评论它进一步的再去反思它 那么当然哲学也会反思哲学 对不对 哲学常常有很多的批判 那么这些批判常常是什么 这个哲学针对某一种哲学的思想所做的一种评论 那么如果了解这一点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哲学它所具有的这样的一种特点 那在这个特点呢 我们的书里面就用第八页的最下面这一段到第九页 来做一个说明 那么在这个说明里面 它谈到这个文化上面的一种风俗习惯 那么它讲到古代 这个第八页的最下面它说 In the 5th century BC 在西元前五世纪的时候 The common funerary custom of the Greeks was to cremate their dead 它说希腊人的这个丧礼 基本上就是火葬的方式 把尸体给这个烧掉 这是他们的做法 那么它说Not too far away in India 它说Not too far away 其实我觉得蛮远的 希腊离印度当然很远 The Croatian's practice was to eat theirs 那在印度的北部的这个Collation 那是某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呢 他们的做法呢 是把尸体给吃掉 把尸体给吃掉 所以这是不同的什么 不同的文化 对不对 这是不同的文化 那么一种文化呢 他们是用火葬的方式 一种文化呢 则是食屍 吃掉尸体 这样的一种情况 好 那在这个 这个 这个 马其顿建立了欧亚非 一个横跨欧亚非的三洲大帝国之前 那么有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大帝国的就是波斯 就是波斯 波斯呢 因为他有这样的大帝国 所以波斯的国王就能够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风俗习惯 因为都在他的领土之内 那么波斯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国王 就是在第八页最下面这一段的第三行 他说 Once Darius 我们通常以前的历史课本 至少我以前这个中学的历史是翻译成叫大留士 Darius the great patient king gav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groups 他把这个希腊人还有这个collection 他们都叫过来 然后呢 问他们 and ask how much money he could give the Greeks to eat their forebears and how much he could give the collection to set their dearly departed on fire 他说我可以给你们钱 给这个希腊人还有这个collection给他们钱 他说希腊人你们需要多少钱我给你们 然后你们愿意把你们的这个死掉的祖先给吃掉 然后collection 我愿意给你们钱 你们要多少钱 你们才愿意把你们的祖先用火葬的方式把它烧掉 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奇怪的要求 那么这个这是当时的波斯的地图 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波斯非常的大 对不对 那么在最右边这个地方已经伸展到印度的西北部来了 那非洲也在那里面 这个 然后在这个欧洲那边主要就是希腊的南部 那么当然后来波斯就局限在主要的就是小小界这一块 也就是现在的伊朗 那不管怎样当时的波斯他是一个跨非常大的一个区域 所以他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风俗习惯 那么他现在就要求说你们改你们的风俗习惯 我可以给你们多少钱 那你们就愿意改 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是在希腊的那个雕刻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大流氏的一个浮雕 如果你对大流氏不熟悉 你应该对大流氏的儿子可能比较熟悉 因为在电影里面看到就是这个Sisis 那么他就是大流氏的儿子 在那个斯巴达那个电影里面 这个Sisis 他攻打这个希腊 攻打斯巴达 把斯巴达这个彻底的歼灭掉 歼灭掉 所以这个大流氏跟Sisis 两个人是当时波斯这个最强大的时候 OK 那这个Sisis他 大流氏就这样子的要求 结果不论是希腊人或者是Collation 都不愿意 这个我们的书里面在这个书里面觉得 他们都觉得这简直是大不尽的事情 所以在第八页到最后三行 No amount of money was sufficient for either group 他说没有任何的钱是足够的 对他们来讲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这简直是大不尽 这个完全的一种 你如果用这个中国的风俗说 简直是不孝 对不对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那个书里面的那个瓜糊就说 Is there a price for which you would take one nibbles of your dead uncle's flesh 他说 付你一笔钱你愿意把你叔叔死掉 他说你只要把你叔叔的一块肉给咬下来 我可以付你多少钱你愿意做吗 他说就像那样子一样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其实看到就是什么 这个风俗习惯这样的一种强烈的 而且在这里面当你看到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的时候 你发现这也未必完全就是对或者是错 那么各位也许也听过西藏有所谓的天藏 对不对 就是死掉的人就把他拿去山上摆在这个山顶 然后让老鹰去灼死 对他们来讲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这个仪式 所以事实上有各式各样的处理尸体的方式 有各式各样处理尸体的方式 那么这些都牵涉到风俗习惯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在第九页那里他谈到 他说Each as you might imagine what deeply offended 他说每一个就是不论是西亚人或者是 这个Collation 都觉得他们被冒犯了 你怎么可以叫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what deeply offended that the king would even suggest something so country to nature 觉得这个国王 这个波斯国王的要求是完全违反人性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种族他们对于这个风俗习惯 而且他们把这种风俗习惯 视为是根深蒂固的 视为是人性 认为人就应该是这样 人就应该吃掉尸体 或者人就应该火葬 好像认为这就是理所当人的事情 那么这个就记载在希腊的历史学家 希罗多德在第九页的第二行 他提到希罗多德的历史这本书里面 那我们现在称之为叫历史的 其实就来自于希罗多德所写的这本书 那么希罗多德在这个书里面他说 If one were to offer men to choose out of all the customs in the world such as seem to them the best they would examine the whole number and end by preferring their own 他说任何一个人让他们去选择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风俗习惯 那么然后让他们看全部的各式各样的风俗习惯 到最后这个都会选择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 因为会觉得他自己的风俗习惯是最正确的风俗习惯 这是希罗多德在历史这本书里面所谈到的 好 那他举这个例子是要说什么呢 就是文化本身其实有很多是未经反省的 对不对 现在在医学上我们甚至希望就是 人能够这个捐出他自己的大体 然后来让医学来这个做研究等等 但是在古代便不是这样 他生活在某种风俗习惯 他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丰富的媒体 能够知道其他的这个社会或者是其他的民族 他们是怎么做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任何一种风俗习惯都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上就是一种缺乏哲学的哲回 那么的一种情况 那么什么才是具有一种哲学的哲回的情况呢 那么这个当然就要走出历史 这个雕像就是希罗多德的这个雕像 他现在我们所讲的文史则 这样的一种区分 其实就是从古代的希腊而来的 就是讲到河马 讲到这个希腊的三大悲剧家 喜剧家等等 那么他其实就是构成了文学的领域 对不对 这是外文系要念的 那么讲到希罗多德或者休息提底斯 那么这个就是历史的领域 对不对 那么讲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 就是哲学的领域 对 这些区分其实是西方的 那你如果回到这个中国来 事实上中国的情况我们常常会讲什么 文史不分家 对不对 我们常常会讲到这样 没有 那么我在前面讲到哲学是什么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我没有提到的 就是在古代的中国 事实上并没有专门的哲学的领域 我们古代的区分是金石子集 那么你可以在金学里面看到某些金是哲学 比如说易金 对不对 可是有些金绝对不是哲学 比如说诗金 你不会把它当作是哲学 那么很多的子学都是哲学 这个孟子老子庄子 这些都是哲学的一部分 那么还有一小部分的集学也算哲学 可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哲学的一个领域在 那么所以在西方他是从古希腊 这个文史哲 他的这个界线就相当的分明 那么希罗多德在写这个历史这个书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是从历史出发的 对不对 那么他并没有去用哲学的思考 谈到这个 他会说看起来就是每个人都认为 他自己的风俗习惯是对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情形 好 那到了第九页的这一节的最后一段 那么他接着就要谈到 那一种哲学的观念进来的话 他变成什么样子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说 yet everyone that discover like Greeks and Christian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different ways of expressing our humanity 他说我们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的音乐 并不是什么 你所习惯听的音乐就是才是音乐 那其他的东西都不是音乐 对不对 那么因此呢 表达人性的方式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性的方式 那么如果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哲学就在这个时候萌芽了 发展出来了就是什么 when it doubts on earth that there are religions other than our own 就是有除了我们以外的其他的宗教 that people of other cultures have formulated startling the different images, stories and rituals in which to encapsulate their humanity we stand on the blink of philosophy 他说在这个时候 他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站在哲学的边缘了 当我们发现到 你只是生活在你自己的风俗习惯 你只是在信仰你的宗教 你只是什么 你只是习惯你所常听的音乐 或者你常看的艺术 但是还有其他的 并且你要知道别人其实是享受他的那种艺术 享受他的那种音乐 然后他信奉他的那样的一种宗教的 那么当我们理解这一点的时候 你已经什么 这个站到哲学的边缘来了 这个时候哲学的思考出现了 你发现到你的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方式 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方式 所以我会觉得这一节的最后两段 其实是一个对比 那么前一段是一个非哲学的状态 但是到了这一段 他就进入到一个哲学的状态 这里非哲学跟哲学就有一个分野在 这个分野其实就是牵涉到 我们不是只是活着 然后看到眼前的东西 而且我们还会跳脱出我们自己之外 看到我们跟我们周遭的其他人事物 他之间的关系 在那个时候 这个哲学才出现 哲学才出现 那么他在最后这一段 他举了一个 在印度那边的一个 这个El Ghazali 他的一个说法 这个El Ghazali 是一个很早期 他说这个一千年前的一个印度的一个智者 那么这个智者呢 在当时就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时就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呢 他说这个 The children of Christians always grew up embracing Christianity 他说基督教的小孩 他们都信仰基督教 And the children of Jews always grew up adhering to Judaism 那么犹太人的小孩 他们这个长大 然后他们信奉犹太教 And the children of Muslims always grew up following the religion of Islam 那这个穆斯林的小孩呢 他们就信仰伊斯兰教 也就是回教 对不对 那么所以你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 因为你生活在那样的环境 所以你就成为那样的人 而如果你考虑到这一点的话 你事实上就了解到 我们常常是什么 就是文化本身就像自然一样 它构成了我们的什么 一个生活的环境 那么如果你不加思考的话 你就觉得想单人耳的 我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 可是环境是会改变的 对不对 不只是文化的环境会改变 自然的环境也会改变 那个地球并不是永远 就是像你习惯的 这个有空气阳光水 也许有一天这个空气被污染了 水被污染了 水或者水缺乏了 或者阳光不再照耀了 都是有可能的 环境其实不是想单人耳的 就是如同你所习惯的那样的一个样子 那么如果是如此的话 那我们就会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我们的周遭 而这个就是一种哲学的视野 这个环保的议题其实很多方面 我觉得都牵涉到这样的一种视野 就是我们重新来显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并且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世界可能是需要靠人去维持的 而不是它就一定是这个样子 在最后的一句话里面 他说As soon as we wonder 他说一旦我们开始去警觉到这样的一种事情 那他说So who's right if anybody 基督教的小孩信基督教 犹太教的小孩信犹太教 回教的小孩信回教 那谁才是对的呢 对不对 谁才是对的呢 如果有人才是对的的话 那谁才是对的 那他说We enter a new stage of our relation relationality philosophy 那么我们就进到了一个新的理性的阶段 这个就是哲学的阶段 那人就在这一点上面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 其他的动物会被他的环境塑造成 他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反省 他你把他换到另外一个环境 他就是去适应那个环境而已 可是人不是对 人他会什么 改变他的环境 或者决定我要不要生活在那样的环境 甚至我要不要成为这样的我 我在别人眼里的我是我愿意别人看到的我吗 还是我希望别人看到的我是另外什么样的样子 这些都牵涉到这个哲学性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要说这个人的理性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也许是在哲学的这种理性上面的意义来说 这个大概就是整个第一节 他的一个整体的论述 所以动物当然也有他的理性 对不对 但是在根本上这个有一个跟人很不一样的理性 那么下面接着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第三节来 那么第三节呢 我说如果第二节谈的是哲学是什么的话 那么第三节谈的可能就是哲学为什么 那么这个哲学为什么呢 牵涉到哲学有用吗 哲学有什么用等等诸如此类的 那我们的书里面他照样的就是用一个比较令人惊讶的方式来说明 就是他先提到这个纽约时报上面有一个评论家叫Stanley Fish 那么这个人呢他提出他对哲学的看法 这个看法呢基本上就认为哲学其实是没什么用的 那么这个文章因为这个Stanley Fish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 那么所以呢这个他这样的一种想法 也许代表了这是很多了解哲学的人的一个想法 那么他在这里面引用到的有关Fish的说法 我把它整理在头影片上面 首先他提到 他说Philosophy is a spatial insular form of thought 他说哲学是一种思想的形式 各位如果我还记得 我们在前面讲到亚里斯托德讲到一种定义 对不对 那定义一开始的时候亚里斯托德说 如果我们要定义的那个东西是spacious 是种 那我们就找出一个更大的集合叫做类 然后再找出种差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日常生活都是这样说的 那Stanley Fish在讲哲学的时候也是一样 哲学是一种思想 很多东西都是一种思想 任何学科都有思想 不是吗 那么然后要讲到哲学作为这个思想当中的一个 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 它的总差是什么 那么他在这里面讲到 它是一种特别的 然后insular insular这个字来自于这个岛屿 那所以它就是一个什么 倒国的也就是脱离人群的孤立的 这个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所以他说哲学呢 其实是一种特殊的 然后封闭的这样的一种思想的形式 所以看起来哲学家就是 这个其实是很普遍的我们对哲学的看法 对不对 哲学家都是一些很怪的人 他们自己什么封闭在他自己的思想领域里面 然后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所以这个Fish就是这样说 a special in the form of thought 然后呢 他接着讲到 他说 its proposition 哲学的命题 哲学的命题 have weight and value only in the precinct of its game 那么他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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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说这个 这个 哲学的这个命题呢 他说只有在 他的游戏 的领域当中 才具有重量跟价值 就是那些哲学论文 只有在哲学的圈子里面 在玩这种哲学游戏的人 才会对他们来讲有价值 我们一般人看 这跟我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根本就不屑一顾 哲学根本就是什么 自己一群人自己关在那边 玩家家酒对 然后这个 说我们是哲学家 然后大家自得其乐 这个自爽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个Stanley Fish 他说他观察的结果 看到的就是这样 在 在美国的这个专业的哲学上面 以及期刊上面 哲学系里面 那么所看到的 哲学看起来就是 像这样的一种情况 他说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因为我们现在看美国 就是至少看不见的美国 就是这个哲学界 好像变成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然后最后他还谈到 他说 最后一个 Philosophical Thesis 他说哲学的那些论题 like Moral Absolutism 像道德绝对论 哲学有很多很多的名词 对不对 各式各样的主义 各式各样的什么论 那么这里他讲到道德绝对论 道德绝对主义 他说这种这样的一些 哲学的论题 are a best 最多就只是什么 rhetorical phrases 就是最多就只是一种修辞的文式 就是修辞上面的一种辞着 that don't make any difference in how we actually live 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生活 要怎么活 其实根本就没有影响 所以一个哲学家 跟另外一个哲学家辩论 他主张这个道德绝对论 那么他辩论赢了 你生活还是这样过 他辩论输了 你生活还是这样过 他根本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他说这个Standwich他觉得 所以看起来哲学是什么 没什么用 对 玩完这个文字的游戏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我们的书里面这一节 讲这个哲学为什么 那他就从这里开始谈起 有一些人对哲学这样的看法 而且这种看法呢 其实是还蛮普遍的 那么甚至他也许也的确呈现出了某种 这个哲学的现象 是这个样子 OK 那 当然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什么 就是对于一个反驳 那我们的书里面在 引用了Standwich 的这个说法之后 他也承认 他说Standwich 所讲的 并不是完全是错的 他说如果你从 一般的外表的现象看起来 好像就是这样 但是那个情形 未必就是哲学应该是的样子 那在第九页的最下面一段 他提到 他说But as a description of real philosophy Fish's definition is wrong 他说如果是真正的哲学的话 那么他的叙述是错的 真正的哲学并不是那个样子 他所叙述的是什么 哲学的某些部分 然后他所看到的那个部分 可是他不代表的是哲学的全部 而且他所看到的那个部分 还可能是什么 哲学比较肤浅的 就是外表上显露出来的 那样的一个部分 那么他在下面接着就要去说明 真正的哲学的一种情况 他说He makes the common mistake of taking one part of philosophy which is the intellectual scrutiny of various positions for the whole of it 那么Taking something for 什么 这个就是什么 把什么东西当作就是什么 他把哲学的一部分当成哲学的全部 而这个哲学的一部分是什么 就是各种不同立场的自信的严谨 也就是说哲学呢非常强调的就是 你在主张某些看法的时候 那你要把它说清楚讲明白 然后在你说清楚讲明白的时候 你必须要什么 经得起很多的检验 经得起辩论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这些检验或辩论 就是他这里所说的 intellectual scrutiny 那么透过这个各种 intellectual scrutiny 把你东西澄清了之后 通常就会怎么样 图穷比乃健 那问题就会显露出来 所以原来你这个立场 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他说哲学的确有这一面 但是这一面呢 其实只是哲学的one part 对不对one part of philosophy 那以为哲学全部就是这样 以为哲学全部就是这样 那么而不知道 其实哲学有一个the whole of it 那他后面的那个子句 就是在说明the whole of philosophy 是什么 他说which involves the fullest exercise of rationality 他说哲学的这个全体呢 就牵涉到对于我们理性的一个最充分的使用 最充分的使用 而这个最充分的使用就是the seeking out of a meaningful life 就是去寻找这个人生的意义 就是所有这些辩论 事实上是为了人生的意义 哲学并不在这些辩论上面 你要辩论哪里没有辩论 演变色就在辩论了 对不对 那个电视上的名嘴就在辩论了 这个选举的时候都在辩论了 那是哲学吗 那不是哲学对不对 所以哲学的的癥结其实不在于这些耍嘴皮 不在这个辩论上面 那么我常常看到有一些人说哲学的目的 就是为了理性的思考 为了增进逻辑的推理 为了这个确定概念的分析 我想问的就是有哪一门学科不需要理性的思考 有哪一门学科不需要 当你进入到这个学科 你当然就要烧脑啊对不对 比如说不只要烧脑还要烧肝 当你太久没烧脑的时候 就只好你一肝一起烧 那有什么哪一门学科不需要逻辑的推理 连侦探这个柯南或者是什么津田医 就是连侦探他们要去做这个找到犯人 都需要这种逻辑推理的能力 所以这些能力不是哲学所独有 它其实是人都有的能力 像我们在上一节看到动物也同样的有这样的能力 对不对 所以理性的思考逻辑的推理甚至概念的分析 当一个东西不清楚的时候 你就是不断的要去分析 你看政治系社会系他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也都在做概念的分析 所以如果你把哲学想成就是在做这样的能力 说哲学可以让我头脑更清楚 哲学的确可以让你头脑更清楚 但是它比较像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某种副作用 你现在要把这个东西搞清楚 那你就必须要开始动脑 你就必须要开始使用你的理性的能力 使用你的逻辑的能力 使用你的概念的分析 那么它当然因此就你多用你就会增进 但是哲学最重要有一个目的 把哲学的目的说成是这个 对我来讲好像把哲学当作是个工具 这个工具就是哲学增进你这种能力 好让你什么可以去做别的学科 只是这样而已 那哲学看起来好像没有它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 对不对 那我们的书里面 它在这里面它就强调这一点 它说这个是哲学的全部 而这个哲学的全部 其实是我们理性的一个最大的使用 因为思考一个概念 或者是只是做逻辑 那也只使用你的理性的一小部分 可是当你面对的是你整个的人生 你要怎样过好你的人生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相反的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所以它在使用上面 它让你的理性达到了一个最大的极致 就是它所说的 Involves the fullest exercise of our rationality 通常它会被搁置就是这个问题实在 是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被解决 那么所以你就说好我先不管了 我先准备比如说接着要来的期中考 或者接着要来的什么考作业 你可能先去准备那个东西 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 它所需要的理性的使用可能需要更多 这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这个是我们书里面所讲到的 所以它认为哲学最终有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是切身的 是跟自己有关的 是折回到自己身上来的 对不对 是跟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古之学者为己 金之学者为人的那个为己 它最终事实上是为了自己 就是我怎么样的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或者是在第十页的上面那一段最后两行 它这个谈到 but all ideas under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in the end must be judged on their ability to help us live well 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活得更好 这个才是真正哲学的目的 那么如果哲学的目的是这样的话 你可以了解到哲学不应该什么 成为只是哲学系的人在念的东西 它其实是所有的人对不对 都应该都应该念的 哲学其实是最适合作为一种通事的课程 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要过得好 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而这个不是 不管以后从事什么工作 或者是这个念什么科系 这个都是你必须要去思考的课题 在这点上面哲学本身就是一个所有人都应该要去思考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当然应该作为一个通事课程 而不是说就你们哲学系的人去想人生的意义 我可以不管人生的意义等等 并不应该是这样 对不对 这个是他所提到的哲学的用处 那么所提到的 用来反驳 纽约时报的Stanley Fish 他所做的一个说法 好那他进一步的他就来讲到古代哲学跟现代哲学的一个发展 那第十页的第二段讲到的就是古代哲学之用 然后第十页的第三段讲到是现代哲学之用 那他主要区分这个是因为古代哲学发展到现代的哲学 事实上本身有很大的转变 这个当然讲的是西方 就是这个进展就是本身有很大的转变 那么他谈到古代哲学牵涉到哲学的初中 哲学的初心 也就是说哲学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出现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在 那里面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哲学都跟生命人生是非常相关联的 那他在这里面就引用了一个有名的这个希腊跟罗马哲学家 研究希腊跟罗马的一个哲学家 是一个法国的学者叫比尔阿豆 他到现在还是非常的有名 如果你做这个什么希腊哲学或者罗马哲学 大概不可避免都会引用到这个阿豆他的这个作品 那么他在这里面就谈到这个比尔阿豆所提到的说法 那么这个说法基本上就是要说古代的哲学基本上 是一种精神的一种练习 是一套的精神的练习 这一套精神的练习 要干嘛呢 intended to get people back to their true self 让人回到他真实的练习 这个是比尔阿豆在这样的一个学者 在掌握了古代哲学之后 他认为古代哲学基本上就是要做到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那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事实上你看中国哲学也很类似 儒家在讲修养的时候 或者是道家庄子在讲智人真人神人的时候 他其实是告诉你人要怎么样的才能够成为一个智人真人神人 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儒家所要达到的圣人 那么这里面都牵涉到一种修养在 比尔阿豆说古代的西方的哲学 事实上就是为了要达到这样的一种目的 这是他所引用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学者的说法 那么上一节课我们最后谈到这个比尔阿豆 那这个是这位学者他还在世 那么这个比尔阿豆他对于这个古代哲学的研究告诉你说 哲学其实是一个想要回到自己真正的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所以在古代事实上常常把哲学当作一种心灵的医疗 我的意思是说医学跟哲学就变成了一个是医治人的身体 可是一个是医治人的心灵或者是有时候讲说是他的灵魂 医治人的灵魂因为灵魂也会生病 那灵魂的生病需要靠哲学来医治 需要哲学来医治 那么当然现当代你说这个心理上的疾病变成是心理学在处理 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至少在我们台大是个理学院的心理系 以前是在哲学系里面他到很后来至少在当时台北地大的时候 这个心理系还是属于哲学系里面 那他后来才分出来 而且分出来不是只是离开哲学系是整个离开了文学院变成到这个理学院去 那么这个当然跟十九世纪以后心理学的发展是有关的 那但是在古代这个哲学就是把它理解为就是一种有关于人的灵魂的医疗的那样的一种这个学科 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古代哲学 那么在我们的书里面在这个第十页的这个第二段 他在那里面谈到他说在古代人们会成为斯多格主义或者是成为伊比鳩鲁主义 我们在这个后面就会看到斯多格主义跟伊比鳩鲁主义在台湾的那个苏格拉底之后 他说人们会投向这些主义的哲学 在第十页第二段的倒数第四行 他说people turn to philosophy like stoicism and epicurialism because their lives were plunged into worries, beliefs and desires that have annihilated them from living good lives 他说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 就是他们无法去过那个所谓的好的生活 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过好的生活呢 因为他们的忧虑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欲望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去这样做 所以他们投入哲学问说哲学能不能够提供我 让我不要有这样的忧虑 让我在信念跟欲望方面能够做怎样的一种修养 从而能够过好的生活 这个是一个就是古代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因此他说there were after 他们因此是在追求着跟着 after the good life and philosophy were the discipline of hunting it down 那么哲学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discipline这样的一种训练 这个训练就是什么去跟着他去列到这个东西 所谓的好的生活这样的东西 这个是古代哲学 他在这里面所提到古代哲学的用处 那哲学呢转到近代来呢开始走向一种所谓的专业化 这种专业化使得哲学的术语变成很多 我记得之前有些就是要想要加选的同学 去找我签名 私下找我签名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想要加这个 要加选这个哲学概论 他说因为他的朋友们都在谈一些哲学名词 他很想知道他们究竟在谈些什么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哲学变得这么多名词跟这个近代的发展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近代哲学的一种情况 就是现代哲学的情况 因为他提到 to some degree the ancient practice of philosophy in modernity were transformed 他说在某种程度上古代哲学变成现代哲学的确有一个转型 transformed 这个转型是什么 into theoretical discipline 变成是一个理论的学科了 好像跟你的修养没有关系的 跟你想要过好的生活没有关系的 他变成是一个 theoretical discipline intended to clarify the concepts of science and morality 那么他的目的变成要去澄清科学跟道德方面的概念 把概念好像澄清清楚了 我们就比较知道怎么样的去讲道德 把这个科学的概念澄清清楚了 我们就比较能够去谈所谓的科学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在这一点上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像康德会说他的纯粹理性批判 基本上就是要为牛顿物理学来奠定基础 因为牛顿物理学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那他要去问知识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才能够来说明为什么我们产生了牛顿物理学 那么所以哲学的工作好像就变成了 是一个奠基的理论的工作了 那么这个是从古代哲学到现代哲学 看起来这样的一个改变 但是他下面接着就要去反驳这一点 他说but that's not the whole story 他说这个不是全部的故事 他说这不是全部的故事 当我们去看这些充满了理论性的这些说法的时候 不要忽略的在那些理论的背后 要说的是我们要怎么生活 这个是他进一步要说的 所以他就找了几个人来说 一个就是所谓的现代哲学之父迪卡尔 那么在第十页的第三段第七行 他说in the 17th century 十七世纪 十七世纪的时候各位应该记得 对不对 哲学是散散来迟的对不对 哲学总是来得太晚 他是一个厚师的学科 那么所以作为现代哲学之父的迪卡尔 他事实上是到十七世纪的时候才出现 才出现 那么他出现了 然后他说 Degas sold out a certain foundation for knowledge in large part because the world was trembling around him 他说迪卡尔要去寻找知识的基础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周遭的这个世界正在瓦解 那他所讲的这个瓦解当然不是一个物质上的瓦解 而是人们的信念正在改变信仰 过去中世纪以来的那个宗教信仰 现在在科学的摧残之下 已经变得这个摇摇欲坠了 那么所以整个世界这个大家的观念都面临了一个危机 那么迪卡尔他正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 所以迪卡尔的一个很重要的敌人 事实上就是怀疑主义 然后我们也会看到迪卡尔的哲学 事实上就是从怀疑出发 就是从怀疑出发 他的我思故我在那个思事上就是一个怀疑 他透过这个怀疑他说 如果你怀疑你就会发现有东西是不能怀疑的 这个什么东西是不能怀疑的 我在 那你说我怀疑一切我什么都不相信 当你怀疑一切什么都不相信的时候 你在啊不然怀疑在哪里 这个怀疑的主体是存在的 所以才能够有这样的怀疑 所以最终迪卡尔要说的是什么 你没办法什么都怀疑 当你在怀疑的时候 那个怀疑的你是不可怀疑的 或者说怀疑本身是不可怀疑的 因为如果这个怀疑都怀疑 那你就没办法怀疑全部了 这个是迪卡尔在那个我是故我在的时候 他在思考的一个课题 他的敌人他的一个假想敌 就是当时的怀疑主义 这个是他谈到迪卡尔的一个情况 所以哲学家在思考这些理论的时候 他不是只是一个理论 这些理论是无关痛恙的 并不是如此 相反的当他提出这样的一个理论的时候 他其实是在处理他自己面对的这个社会 这个文化 或者是他自己人生的那个难题 他要解决那样的难题 这个是他所举的一个 十七世纪的哲学家的例子 然后他接着就指这个 跳到二十世纪的另外一个当代的一个学者 叫Hans Jonas 一样的在第十页的第三段 中间的地方 他说In the 20th century Hans Jonas reconceptualized God and evil in large part because his mother has been killed at Auschwitz 这个 Auschwitz 就是德国的一个有名的集中营 他的父母 因为这个 Jonas他们的家庭就是一个犹太的家庭 那么在当时就遭到了这个纳粹的这个屠杀 他的母亲就在集中营里面被杀死了 就被杀死了 那么这个Hans Jonas 他重新的去思考上帝的问题 那么事实上是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自己的母亲 这个在集中营 他想像的就是说 如果你说有个上帝 然后上帝是全善的 那我在这个世界所看到的这个邪恶 究竟是要怎么去解释呢 究竟是要怎么去解释呢 等等 所以他重新去思考上帝的问题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他举这两个例子 就是要说明的是什么 要说明的是哲学跟你自己的人生 其实是分不开的 不要只是把它放在那个理论 好像他跟哲学家是没有关系一样 那么然后他第三个例子 我把那个里面的这个课文里面所写的 这个写下 这个放在这个投影片上面 那第三个例子谈到康德 但是事实上他讲的是他自己的一个例子 他说when a student of mine 他的一个学生 他在社区大学教书 对不对 所以他的学生有各式各样的人 其中有一个是一个母亲 a mother who would authorize a surgery for her son 这个母亲呢 他允许对医生对他的儿子进行一个手术 就是手术的时候要签同意书嘛 对不对 那么签这个同意书就是这个authorized surgery for her son the late to his days 结果呢他签了同意书 然后手术了 然后他儿子就死掉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所以这个妈妈呢现在来上 这个我们这本书的作者 这个Samuelson 的课 然后他问了Samuelson 他说ass me in tears 哭着问他 If Khan was right that the consequences of an action play no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moral worth 他说康德这个讲法是对的吗 康德这个讲法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子句所说的 说一个行动或者一个行为的结果 在决定这个行为本身的价值的时候 他的道德价值的时候 是不重要的 play no role 不具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哭着问康德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吗 他说当他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I realize quite clearly that evaluating conscious ethics was much more than a game to be played in the insularity of the mind or the classroom 他就理解到了解康德的伦理学不是只是个游戏 不是只是个理论的游戏 他其实牵涉到一个人 他对于他自己的良心 他对于他自己的自责 他对于他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一个考量 所以我简单的讲一下康德的一个讲法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迪卡尔 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 就是苏格拉底是哲学之父 那迪卡尔被称之为叫现代哲学之父 那一样的他也是这个长头法 戴甲法 就是当时的男士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做法 然后这个是Hans Jonas 这是当代的人 那我们来谈谈康德 康德的伦理学叫做义务论 那么跟他相对的一个常常被拿来做对比的就是效益主义 那效益主义呢就是用结果来决定一个行为是对的还是错的 可是康德刚好跟他相反 他不是用结果来判断一个行为是对的还是错的 那我现在先把一个行为加以分析 我们现在做概念分析对不对 那么首先呢一个行为呢必须要有动机 没有动机的行为 我们不把它视为是一个行为 你比如说梦游 他其实是没动机的对不对 有动机的比如说一个人杀人 他会是杀人一定有一个杀人之故意 对不对然后去杀人 如果他什么不小心把一个人给杀了 那个不叫杀人罪那是要过失至人于死对不对 那不是杀人 所以一个行为会先有一个动机在对不对 然后这个动机接着就产生这个行动 然后这个行动最后产生一个结果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动机的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要做伦理学不是做这个法律的分析 虽然我以前是念法律的 但是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 在这个 在这里面 我们会讲说这是一个好的动机 还是一个坏的动机 出自一个好的动机还是一个坏的动机 因为你知道好的动机不见得产生好的结果 好的动机会产生坏的结果 等下坏的动机搞不好产生好的结果 或者等等 那么所以这个motive首先我们这个motive 我们给它的价值评价是good or bad 好或坏 然后在结果方面我们也是用good or bad 好或坏 那效益主义就是算那个consequences 所产生的那个好跟坏整个加总之后 最后产生的究竟是一个正面的好的utility功用 还是一个坏的功用 这个是效益主义 所以他们什么东西都在计算效益 我刚刚我们在上一节课讲到经济学 经济学其实就是考虑效益 对不对 所以什么东西是对的就是它能够达到最大的效益 那各位一定听过一个例子就是什么 就是现在有一列火车 它这个在跑 然后呢在它前面呢 有一个这个火车的铁轨的分歧 那么一边呢 有这个五个人被绑在那个铁轨上面 所以如果火车继续跑 就会把他这五个人给压死 那你如果能够转动那个铁轨 火车就会跑到另外一条铁轨去了 可是那条铁轨呢刚好有一个人 一个在那里 然后如果你把那个铁轨轨到那边去了 那个人会被压死 因为他并不知道火车未来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你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件事 要不要把它 那这个效益主义的想法就是 用一个人换五个人划算啊 对不对 所以当然就把它转过去 然后就是救五个人 虽然会死了一个 但是我们就是要算最终效益 对不对 所以效益基本上是拿最终的结果 就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会产生最大的效益 这样的一种考量 来判断 但是我们 论理学最终要判断的 不是motive 或者是consequences 而是action 是这个行为 要算成是对还是错 那现在康德的义务论 跟效益主义的差别就在这里 康德说我们不要管结果 我们要从motive出发 就是如果他是出自于一个好的动机 来做这个行为 虽然最终可能得到 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或者是甚至产生坏的效果 你还是要加许他 因为他是个好人 他是出自于好的动机 所以一个行为的对错 是用motive来判断他 这个是义务论 所以义务论就是什么 出自于一个内心的想法 然后来做这件事情 至于结果 那个不是人所能够掌控的 因为有很多外在的因素 可是我们所要加取的 正是他是出自于一个好的动机 这个是义务论 那效益主义很明显的 他是从最终的结果来判断 这是不是一个好的行为 如果这个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是坏的 他告诉你说这就是一个错的行为 所以他是从consequences 来判断 而这个义务论是从motive来判断 那现在我们来回到 刚刚我们所看到那个哭着的妈妈的例子 对不对 他的动机一定是好的 他希望他儿子能够经由这个手术 然后能够被解救 对不对 但是结果这个小孩却是在手术失败了 结果他就死掉了 所以他有非常大的质责 因为他看到那个consequence 是他儿子的死 就是因为他签了这个统一书 然后进行了这项手术 所以他儿子死了 所以他觉得那是我的错 对不对 那是我的错 那么当他学到康德的论理学 康德说结果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不要管结果 主要是你问你自己的良心 你是不是出自一个好的动机 那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这个妈妈显能产生了很大的一个鼓舞 对不对 他赶快问老师说 老师你觉得这是对的吗 如果这是对的 他觉得他比较安心 或者怎么样 对不对 这是为什么他会去问 所以在伦理学里面的这些理论 他其实牵涉到很多人 他自己 他问他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这样做是不是好 是不是正确 其实是有关的 所以他就不单单只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不单单只是一个哲学系的 伦理学的老师在那边辩论 然后说究竟是教育主义比较好 还是义务论是比较好 哪一个是比较正确 他不是只是这样 他是牵涉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到底要怎么做 我应该依照效益主义 还是应该要依照义务论 我是不是应该去把火车的铁轨 换到另外一边去 去压死一个无辜的人 只因为他认为火车根本不会跑到这条铁轨来 对不对 那么这里面其实是有各种不同的考量的 其实是有不同的考量的 那么当然这些考量你可以了解到 就是既然在理论上会大家不断的辩论 你就可以理解到他们可能各有他们的盲点 也就是说他们都看到了道德的行为 那个对跟错的某一方面 一个看到的动机很重要 一个看到的结果很重要 可是重视动机的可能太忽略结果 而重视结果的可能太忽略动机 或者等等 那这些我们就先不管他 因为这个是牵涉到 文理学理论的一个探讨 那么 但我们书里面要说的就是 如果你能够理解到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他对于人的影响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康德的这个伦理学不是只是个游戏 不是只是一个理论上面的一个辩论 这样的一件事情而已 那么相反的他其实牵涉到是我们切身的我该怎么做 特别是在人生当中当你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的时候 你可以想像当这个 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个例子 哈纳阿黑尼 他讲到那个纳粹 一个纳粹的军官或者一个公务员 这个上级交代他说你要把这些犹太人猝死 那你要这样做还是不要这样做 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抉择 那你的抉择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有一些根据不是只是凭感觉 那你要用义务论或者你要用效益主义 或者你要用什么 这些很可能都是 都是能够提供你让你做一个比较好的抉择的时候 下判断的一个依据 那哲学的理论的功用也许就在这样的地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理解到 这里面都有一个切身性在 而不是只是单单在谈一个理论而已 这个是他在这里面所要说的 而很多人看到的就是什么 哲学就是在那边变来变去 他不理解到那些变来变去的东西里面 最终事实上是要回到人的自身的 所以他把看到的那个变来变去 就是我们在书里面在这一节的开头 那个第九页 他谈到那个纽约时报的那个Stanley Fish 他的他看到的就是这样 所以他觉得哲学就是这一群人 这些哲学系的人 他们在玩的那样的一个游戏 这是他讲到现代哲学的情况 那么他所要说的 所以现代哲学当然有非常需要更多的辩论 需要更多的讨论 这个情况其实不是只有在哲学 你看那个电视上的谈话性的节目 大家七嘴八舌 对不对 然后每个人都有一个 他自己的一套说辞或者什么 现代的世界很多东西都需要经过 不断的讨论 只是哲学常常有一个 我们现在有时候会记指引的 就是所谓的真理越辨越明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透过讨论 让一个真理好像就此浮现 但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 真理越辨越不明的情况 讨论的更多的时候是人都口杂 然后你就发现 这个一大堆 这个大家漫天的讲 不知道怎么样的情况才是对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这些其实都牵涉到 就是最终我们想要去达到 跟我们生命有关的东西 这个是他在这里所要去说的 好 那这一节的最后的一段 最后的一部分 他说 When everyday life is deeply satisfied 他说如果日常生活的所有的事情 都已经是能够完全满意的时候 Philosophy is indeed the leisurely activity the Stanley Fish describes simply a pleasurable exercise of our native desire to know 他说如果你人生根本就无忧无虑 完全没有什么好去思考的 没有人生的意义的问题 没有人生目的的问题 当你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那你可以说哲学就是一个休闲活动 这个休闲活动可以什么 让你动动脑 这样的一个休闲活动 如同 Stanley Fish 所描述的那样 他只是一个什么 Pleasurable exercise of our native desire to know 就是你想要知道 比如说知道义务论伦理学是什么 想要知道效益主义是什么 跟你的人生完全没有关系 你只想知道 究竟这两种不同的伦理学理论 再说些什么 然后你也很有兴趣 那哲学的话 他就像是这样的一种消遣而已 但是哲学是不是就只是这样的一个消遣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哲学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学科 对不对 各位还记得我在前面讲到 sophist 对 sophist 很聪明 对不对 他们的那个 就是如果砍头就会吊死 吊死就会砍头 对不对 这个可以当作是一个什么 消遣 因为如果他跟你的生活 并没有真正的关联的话 但是哲学真的就只是这样 这是我们要去质疑的 为什么这些 sophist 会被翻译成叫诡辩学派 主要就是他好像就是在训练你的口才 对不对 训练你的反应能力 好像就只是这样 他好像跟你的生活脱节了 或者他也只是让这些 sophist 赚到学费而已 可是哲学并不是只是这样 他要跟这个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 这个是他在下面这里他所谈到的 他说 but when everyday life is less than fully satisfied 他说如果日常的生活 你其实是不能够那么好满足的的话 there will always be people who set out on a quest for meaning 他说总是会有人想什么 要去寻找意义的问题 总是会有人想要去寻找意义的问题 那我在前面提到过 如果你的日常生活过得非常的好 你一直都是个winner 然后你不断的在努力 看起来哲学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需要 所以哲学常常是属于乳蛇的 对不对 属于一个失败者的 谈恋爱失败了 对不对 然后面临人生的意义 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 不知道他人生的方向要往哪里去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哲学 他需要的是哲学 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实上上面 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情况都不是 人生是那么的容易满意的 我们其实面对的是 人生当中很常常面对的 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情况 那么所以我们才需要哲学的这个帮助 这个在我们的书里面 他下面接着就举例 他说所以哲学在什么时候最兴盛 他这里所举的例子 几乎就是我在前面谈哲学 是什么时候讲这个所举的例子 那么他举了一共四个例子 一共四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在这个十一页的第二行 他说 such was the situation when regional warlords tore apart ancient China 他说在中国古代的时候 这种地区性的这些诸侯们 他们把整个中国给撕裂了 那他是在讲什么 讲春秋战国 对不对 他说春秋战国的时候 为什么哲学那么兴盛 因为整个中国四分五裂 然后呢 这个生活过得非常的痛苦 他下面就提到 the warring state period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 战国时代的一个英文翻译 对不对 waring state period as it was called get birth to the hundred schools of soul 那么hundred schools of soul 大概就是诸子百家 对不对 诸子百家 the heyday of Chinese philosophy 他说那个诸子百家的时候 正是什么 中国哲学的一个顶峰 那达到一个最高的的时候 可是正是什么 人们的生活最痛苦的时候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 这个哲学呢就出现 就出现 他说 in which thinkers like 老子 and confucius 这个孔子 try to envision a better form of human culture 那么他们呢 想要去什么 这个 这个 构 这个 构思出一种 比较好的 人类的文化的形式 在问这样的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的这些哲学思想 事实上跟 他自己所生活的 这个时代是完全相关的 那这里 很多都是这个 中国哲学的一个英文名称 就当我想到 有那个 本来不是哲学系 然后他要去考 那个台大哲学研究所 然后那个 有这个 英文科的这个考试 然后那里面就考这个 mancius 就是孟子 就像 conficius是孔子 结果那个学生出来 他说他一直在讲一个叫 孟修斯的人 我不知道孟修斯是神 这个可能是你必须要考量的 就是在这里面 他提到老子或者conficius 你要知道 这个就是老子跟孔子 那mancius就是孟子 等等 这是他所举的第一个例子 然后第二个例子 他回到西方来 他讲到雅典 他说雅典为什么出现 苏格拉底 柏拉图 雅里斯多德这些人呢 他说那是因为雅典被斯巴达打败 其实雅典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他本身不太这个侵略 那他唯一想要的就是什么 成为整个希腊 因为他们都是讲希腊文 的一个共同的霸主 所以当时雅典组了一个提洛联盟 而这个斯巴达有一个 波罗奔尼撒联盟 那么在当时就产生了一个 彼此之间的一个互斗 那雅典真正的兴起 其实是在他被斯巴达打败以后 我说真正兴起是说哲学的兴起 他的哲学的兴起 实在是斯巴达打败以后的情况 那所以他事实上是 战败的一方 可是就在那时候 哲学的思考才开始出现 所以他提到说像是 这个苏格拉底 柏拉图亚里斯多德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提到这个 Diogenes 跟 Epicurus 以及 Stoics 那这个 Epicurus 是伊比丘鲁 他建立伊比丘鲁学派 这个大家都清楚 那 Stoics 就是斯多格学派 这是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提到 而且后面也会提到 那么这里 他一个可能大家比较不那么熟悉的 就是这个 Diogenes 或者是用英文说 Diogenes 那么这个Diogenes 他事实上就是犬儒学派 你知道 苏格拉底 他会被 这个称为哲学之父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后面 在苏格拉底以后的哲学的发展 几乎都跟苏格拉底有关 你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 这柏拉图 他算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对不对 然后亚利斯多德是柏拉图 学院里面的学生 所以他们事实上有一个师承的关系 那苏格拉底呢 除了柏拉图这个学生之外 他另外有一个学生就是这个 我们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 Dio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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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成这个斯多格学派 那这个 除了这个之外 苏格拉底还有一些学生是 从遥远的非洲来的 因为 希腊在 地中海 所以 非洲人就是坐船 就可以来到这个 这个 希腊 然后他就来到雅典 那么这个学生呢叫Aristippus 他住在北非 他跑到这个 雅典来 然后跟着苏格拉底学习 学习之后 他就回去 然后就建立了一个学派 叫做Serenix Serenix 是这个Serenix 这个地方 就是他非洲的这个地方的地名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也许你就是只能照着 他的音译 翻译成什么 雪瑞尼学派之类的 总之他是一个 一样的他在那边建立了一个学派 这个学派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快乐主义 那这个学派 跟他很有关系的就是 一比九六学派 因为一比九六学派也是追求快乐这件事情 所以你如果我们看苏格拉底以后 整个希腊哲学的发展到最终 好像都可以溯源到苏格拉底 作为一个根源 这个是在这里 那这里因为一比九六学派跟斯多噶学派 就是我们后面就会提到的 那柏拉底跟亚里斯多德也不用说 所以我大概唯一需要谈一下的 就是这个Diogenes 就是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叫犬儒学派 因为他的名称就是the cynics 来自于希腊文的狗 所以那个如实际上是中文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 就讲的难听这一派叫狗派 狗派 那什么叫狗派呢 就是人看起来像个狗一样 就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么犬儒学派有一点像我们在当代所讲的这种清平思想 他的想法就是说我人其实是完整的一个人 那如果你是一个完整的人的话 你就不需要什么 这个犬儒学派不喜欢听到需要 因为需要代表什么缺乏 你缺乏你才需要 那我们如果人是完整的 是足够的 是自足的 自足的 这个自足不是那个是满足的足 人是自足的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什么 你因此就这个能够达到彻底的一种自足信在 这个想法很影响到后来的斯多格学派 斯多格学派直接的讲 人就是一个小宇宙 每一个人自己都是一个小宇宙 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过什么 所以他们本身就会 这个 不要求外在的东西 不需要外在的东西 那这个为什么跟苏格拉底有关呢 苏格拉底有一次到雅典的广场 雅典的广场是一个大家都会去的地方 那 因为大家都会去 所以就有商机 有商机就会什么 有小贩 小贩就在那边卖东西 那苏格拉底有一次就闲着没事 因为没有人跟他聊哲学 他就看着那些小贩在卖的东西 然后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有多么多的东西是我不需要的啊 他就讲了这句话 那这个后来在这个全如学派那边 他们就非常受用这句话 说你看苏格拉底说有多么多的东西是我不需要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你到百货公司的橱窗 看那些帽子啊鞋子啊包包啊对不对 然后看了之后你说有多么多的东西是我不需要的 还是你结果你得到的结论是很多东西你需要 我就知道 但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对不对 你其实没有他你不会什么少一块肉 或者是有任何的欠缺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全如学派因此呢他就什么 觉得我可以过一个非常不需要外在东西的生活 当我需要那些东西的时候 我等于就是减损了我自己灵魂 就是我灵魂变成是一个有欠缺的灵魂 我才会需要那些东西 所以他们呢就把外在的东西 比如说他的财产他的这个金钱 通通都捐出去不要了 他希望能够过一个最简单的生活 那在拉斐尔所画的这个雅典学院里面 那个Diogenes是哪一个呢 就看起来像乞丐的那个 就是在画面柏拉图跟亚里斯多德的前面 有一个人坐在地上 对不对 然后穿的这个穿的这个衣服好像都已经露出来了 他就只有那件衣服 那Diogenes在当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群人学派的一个代表 因为他整个身上只剩下三样东西 他脱离了自己的家 这个老婆小孩都不用了 那财产不用了 金钱也都不用了 他就只剩下一件袍子 勉强地遮蔽他自己的身体 然后这个一个丸用来吃饭用 再加上一根棍子 那为什么需要棍子呢 这个说起来有点奇怪 就是雅典的狗都会狗眼看人低 看你这个看起来是穷鬼 对着他猛叫 所以他们就需要这个像丐帮有打狗棒 走开走开 把这个狗给赶走 所以犬儒学派叫狗派 其实常常被狗叫被狗追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我觉得犬儒学派他们的打扮 其实可能跟丐帮没什么两样 对不对 丐帮大概也是这样 就穿一件破破烂的衣服 拿着一根打狗棒 那可能再加一个吃饭的碗 但是Diogenes有一个典故 他有一天他在这个雅典的 一样雅典的广场 然后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在喝水 那个雅典有井 他喝水的时候 他是用手把水给捧起来 然后就喝 然后这个Diogenes看着就嫩住了 他说小孩子喝水连碗都不需要 用手就可以喝了 那我竟然还比他多一个碗 就把他的碗也丢了 所以他又少了一个东西了 那东西越来越少 那么这个是后来的画家 画Diogenes 就是当Diogenes 已经是苏格拉底比较后面了 就是马其顿的帝国 的亚历三大大帝打到了雅典 他就说雅典有些什么厉害的人吗 人家就跟他说Diogenes 那个因为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圖 雅典都不在了 说这个Diogenes 是这个雅典有名的哲学家 那这个亚历三大呢 就说那我要见一见 这个雅典就是有名的就是哲学 我一定要看看这个哲学家 那他就走到这个Diogenes那边 那他作为一个将军 那他的这个影子就遮住了这个Diogenes 然后他跟他说 我是马其顿的国王雅历三大 你有什么需要的我都可以给你 你知道这个犬儒学派 最听不得的就是需要对 需要就缺乏 结果这个Diogenes跟他说 我需要你稍微移动一下你的尊脚 因为你挡住了我正在晒太阳 他对这个一个 一个正在打下这个欧亚非三洲大帝国的国王 讲这样的话 叫人家让开 他说他需要的就只有这样而已 这个是一个过去就是一个小的典故 所以他们过得非常简单的生活 他们觉得如果你生活越需要这个越需要那个 其实表示你的灵魂是越欠缺的 那么你的灵魂越欠缺 你是怎么搞的 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成的 因为你没这个没办法活下去 你没那个东西没办法活下去 这显示你就是一个极度欠缺的人 那你如果不欠缺你其实什么 这个也可以给人 那个也可以给人通通都把它割舍掉 你可以过一个非常富足的灵魂的生活 这个是Diogenes 就是犬儒学派的一个想法 那么这个想法后来就影响到这个 以后发展出来的这个斯托格学派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书里面看到 他在这里面提到说 这个雅典的这个霸权 他本身因为败给了这个当时的 当时的这个斯巴达 所以在那里面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思想 那么这种情况就好像在中国的战国时候 产生了这个诸子百家的思想一样 那这个是他举这个希腊的哲学的新圣做例子 然后在下面第三个例子呢 则是举西方的近代 那么西方的近代呢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什么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 那么宗教改革发生了以后 一方面像我们刚刚提到迪卡 对不对就是这个怀疑主义新盛 这个是一方面因为科学的发展 在另一方面呢 宗教改革之后呢 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宗教战争 宗教战争 然后有的战争打很久 什么这个三十年战争 顾名思义就打三十年 那英法百年战争 打一百年 所以一直在打仗 然后一直有人死掉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 整个哲学突然的就 突然的就兴盛起来 整个哲学就兴盛起来 那么包含了这个笛卡尔在内 整个这个西方的所有的这些哲学家 他们都要重新的去讨论 当时新的一种政治宗教的情势 那么重新在没有宗教的道德要求底下 怎么用理性方面来给予道德的要求 以及当时这个怀疑主义盛行 那么怎么去面对这个科学的发展 那么都必须要重新去思考这些事情 所以重新的这个哲学又有一个新的高峰 那么这个情况其实就像艺术 就是希腊罗马艺术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近代在这个印象派之后 又产生了一个艺术的一个高峰 那么你可以看到哲学 事实上也是古希腊 那是一个高峰 那罗马的这个哲学大部分都继承自来自于这个希腊 然后到了这个近代 从笛卡尔之后又来到一个高峰 这是这个哲学在近代的一个发展 那么透过这些发展 他现在问那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呢 他问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不是也是一个 适合于哲学的思考的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这个是他在最后面他所要问的 那么在书里面的十一页倒数第四行 他说my hunch 他说我自己私底下这样的猜测 then we are now in a similar book 他说我们现在是在同一艘船上 这个同一艘船上指的就是跟近代的那个情况 雅典的情况或者中国的战国时代的情况 其实是相同的一艘船上 If not an empire in decline 他说如果我们不是在一个帝国将要去 要去毁灭的时候 或者帝国请颓的时候 we are at least a diffused civilization of conflict 他说我们处在一个冲突的一种模糊的文明当中 很多东西都变得不确定 很多人都失去了他的人生的方向 他说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 of less than sex fine social role 这个常常是一个没有办法满足的 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角色 他说 if so we need philosophy 如果我们现在所处的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的话 那么我们是需要哲学的 这个是他谈到我们当代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一个成品的盛世 在一个一切都很满意 都很如意的一个情况底下 也许你就不太需要去思考哲学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面临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困境 面临人生当中的一个需要抉择 或者是面对一种有限性 这个不知道去如何解决问题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哲学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那么而且这个正是哲学之所以为哲学之所在 那么也就是说哲学之为哲学之所在 不在于那些思辨 不在于那些概念的分析 或者是逻辑的推理 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逻辑的推理 所有东西都需要概念的分析 你只要有跟思考有关 只要那是一个知识 是一个学科 其实那些都是需要的 那当然哲学的要求可能需要更清楚的概念分析 跟更严谨的逻辑推理 但也不过就是这样而已 那只是一个量上面的一个差别 但是最终哲学是要去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哲学才是一个我们真正需要的一个学科 这个大概就是他在这里 就针对那个Fish 他对于哲学说哲学没什么用 哲学是在哲学系里面 他们在那边玩的游戏 那么Samuelson 他针对这个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他在这里面 等于也明确地告诉你哲学之用 而且这个哲学之用是很切身的 是跟我们的生活是连结在一起的 那么我们下面这一节 就要来看看这个哲学的一个景象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也就是十一页到十三页的这里 他拿庄子当一个例子 那么在庄子的这个指挥于安之余之乐的这个例子里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一方面他有哲学的论辩在 哲学的思考在 有一个逻辑推理在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他说我们常常忽略的是什么 就是在庄子的这个辩论里面 他告诉你一种人生的境界是怎么样 而那个正是道家要去追求的东西 就是人应该要去过怎么样的一种生活 这个其实才是庄子真正在乎的 庄子不是在乎只是说这个辩论要怎么样才能够辩议 他不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那里面有一个庄子跟慧子慧师之间 他们两者的一个关联性 那我们下个礼拜就要谈到这个第四节跟第五节 那希望就能够把这个第一章给结束 the only relevant 很少想和你的分众 就是说我们再来你 这样的对于 对于吃一份 对于工夫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